日本外交家杂志近日刊发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詹姆斯·霍尔姆斯文章称 美国海军水面舰艇先进舰载反导系统 例如近程防御武器系统 无法轻易拦截所谓中国东风21D导弹 文章称 在美国及其许多盟国舰艇上都加装有格林机关炮 它是近程防御武器系统的构成部分 虽然这种技术的确先进 可以以每分钟4500发的射速发射雷达制导炮弹 不过近程防御武器系统每个弹夹发射时间仅能维持20秒 更重要的是 该系统是名副其实的近程防御系统 据估计其有效射程仅有几公里 在当今极超音速威胁下 这可谓是舰艇最后一道防线 据估计所谓东风21系列导弹 终端速度达到10到12马赫 这就意味着该导弹秒速达到4公里 面对这种速度 近程防御武器系统仅有约一秒的时间来应敌 即便对于计算机控制武器而言 这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就算迎击成功 来袭弹头被引爆 在爆炸中 导弹碎片也会沿着大致相同的轨迹继续飞行 很可能一些弹片会向舰铁袭来 以高超音速飞行的金属弹片保留有巨大的动能 足以使之穿透现代舰艇的装甲外壳 造成人员伤亡 据美国媒体报道 五角大楼分析师近日表示 所谓东风21地新型弹道导弹 能够摧毁1700公里外正在运动中的海上目标 在飞行高度方面 东风21地远远高于低飞巡航导弹 低于常规弹道导弹 即使美国海军能够拦截一到两枚来袭的反舰弹道导弹 也无法保证美军航母安然无恙 报道称 这款东风导弹具备了强大的变轨技术 而且在高速移动的过程中 能够实现变轨十分困难 也正是因为如此 它可以打击移动目标 这在世界上可谓是趋之可数 报道还指出 这款东风导弹在刚开始服役时 也许使用的是单弹头 但经过改良之后 目前应该实现了多导弹头技术 本来变轨让反导已经够难对付 而加上多弹头技术 让反导更加难以应对 与此同时 在攻击风势上 这款东风导弹也让美国感到空前压力 一方面 所谓东风21地具备了四种功能 空间侦察定位锁定攻击 它在飞行过程中 通过改变飞行轨道 不断自动搜索目标 寻找目标 在末端 导弹会自动调整姿态 攻击目标 如果该导弹装备了多枚弹头 那么对于任何防御系统来说 都将是致命的 报道最后介绍 根据比较成熟的导弹技术 所谓中国东风21地导弹 也许会使用子母弹的配置 对于东风21地的攻击方式 大概理解为 首先空间侦察 然后对航母预定航向或活动区域 进行洒布式攻击 也就是子母弹下缸雨 破坏航母甲板 影响其作战效能 甚至直接击沉等等方式 美国有报道称 一次击沉美国航母 损失5000名士兵 对于美国来说 其损失十分巨大 超越了伊拉克阵亡式